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统的云南技艺神奇的中国奖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真的就是 比如说一些繁华地方 然后有些人文地方 其实它的料理技术本来会更好 你发现吗 这种规律 对不对 我发现 那你的意思就是 这个地方绝对会有好食材 是不是 不然我们来这趟干嘛 那我们现在还在这边磨蹭什么 是这样的 其实我要跟你说一下 这次来呢 其实会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在料理之中 有一种就是物品 或者说有一个派系 这个派系里面的东西呢 其实它叫百搭 百搭类 这个百搭类的到底是啥 所以咱们要先从这种 市井的人文 先从这边去入手 来了解一下当地人是如何 使用这种百搭 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美食 好不好 市井人文是要去逛街 还是要去吃东西 吃东西 那走 我们别摸操了快 这个酱料的味道真的很香 而且你看就是再和醋 什么这种结合的时候 包括辣椒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有食欲 而且天气热的时候 吃起来有点酱水感 会被它凉爽 有一种文就是这样 遇见美食 马上圆形毕幕 马上圆形毕幕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 我都会的 好吃吧 来 把你嘴上擦一擦 这个凉面的味道 夹断了吧 配上这个酱料的味道 显得更加的香 别的地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我们来尝尝藕 你看这个藕就是说 好像用很多料铺着 我觉得应该会很咸 你看这上面满满的一层 全是这个酱的 除了有藕的香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还有它的这个 勾上去的这个酱料的香味 也在我口中 对 和这个藕能够交汇在这 就没有你想象中 或者很咸或者很辣 没有 对 对 好好吃上这个酱 我看它们这边都是 你看这个炸的也是用的 然后这边凉拌的也是 还有这个也是炒的也是 对 全部都是用的 两位你好 这边凉拌的也是 还有这个也是炒的也是 全部都是用的 两位你好 你好 我们是过来拍美食节目 就是为了专门吃 招通美食而来的 那您是 我是这里的老板 是这里的 来来来 您坐坐坐 好好好 我们这个所有的菜里面 都放了一个 我们这里最独特的一种食材 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上面的 这个酱料 因为它非常的百搭 你看这种煎炸煮 凉拌都用到了这个酱料 那这个酱料到底是什么样 这就是我们招通最出名的 最独特的招通酱 招通酱 对 招通酱 你看童你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到原来好多地方 其实有一些食材或者美食 它就以当地的名字命名 证明这就是当地的硅宝 对 就像普洱的富尔茶一样 对 还有一种东西 可能你们没吃过 什么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招通最出名的 最有牌色的 你们猜一下 我们不是一般人 快告诉我们吧 招通苹果 是我们招通图特的 也就是说招通本地呢 就有两种瑰宝 一种是招通酱 一种就是这个苹果 对 那我们这两种 我觉得来这回呢 就不要虚此行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这两种 都要探寻一下 这样吧 咱们有潜入深 咱们先去找寻 找寻这个苹果好不好 好 芳芳 你看 咱们就是要大家目的地前面 你看咱们经过的地方 就已经有很多苹果 对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大的苹果园 前面有人就是在忙工作 我们会去看一下 朋友 你看 这好大的苹果 真的超大 Perry 你好 你好 我们不是来抢苹果的 没事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 云南卫视这个七彩飘船节目 来到那个招通呢 正好是要探寻美食 请问一下您贵姓 我姓陆 我是这个基地的负责人 那我们就真是找对人了 那也就想拜托你 就是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是我们招通这边 煮苹果 那我们这边有什么特色 那我们边走边聊吧 因为这个苹果 还是要看到它 品种非常多 我边走边给你们介绍 好吗 招通 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有机制累积较快 使招通成为全国最适宜 苹果生长的地区之一 这里有华硕 红将军 红富士等十几种优良品种 万亩果园内 硕果累累 招通苹果色泽鲜艳 肉质细嫩 酸甜可口 汁液丰富 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 一致好评 咱们招通啊 可真是个宝地 我们这儿的这个日照数 可达两千小时以上每年 哦 这个日照 对 就是感觉特别晒吧 对 我们俩现在 马上会变成红苹果 对 我得跑出了 我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 所以呢 就造就了 我们招通苹果 比较成熟枣 然后口感好 那我们现在海拔是多少 我们这儿的海拔 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有一千九百二十多米 因为海拔比较高嘛 所以我们这儿是属于 高原季风立体气候 然后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呀 亚热带 暖温带 在我们这儿是共存的 这样对苹果糖分的积累 这些都有一定好处 那我能不能觉得 就是说因为这种气候 所以我们这边的土地 可以多种一季或两季呢 本来我们原来这个果园 有十多个品种的 后面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然后我们要选用留下来 就是最适宜我们土壤生长的品种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 不好意思吃了嘛 然后我们要不然 就是帮你一块采苹果 好好好 这我们非常乐意 那我带你们过去吧 这个苹果呢它非常的好摘 根本不用剪子其他的工具 你们两位呢只要拿着这个苹果 轻轻地往上一掰 它就下来了 但是最好要保证 它的这个汁是在的 这样的话苹果 这样摘下来的苹果才好 好 我要去那边摘红苹果了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在这个满是苹果的苹果园里头 我们是不是应该唱一首 全民都会唱的歌 那就是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等我爱你 我不见过 纷纷的小鸟温暖 我的心我 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 要你不许吃的 为什么要吃啊 有这么干活的吗 你摘了多少个 一个都没摘啊 快点走 快点给你 哇 瘦果雷雷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你看我们已经就是来到 招通这个苹果园了嘛 然后也采摘了 然后最重要我们也品尝了 其实我们真的也就是了解到 原来招通的其中一个瑰宝 就是苹果 嗯 所以呢这样吧 我们就坐别小鹿 好 小鹿 好 我们 欢迎你们二位的到来 我占招通酱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最出名的招通苹果 最出名的招通酱 哦 是啊 哎 但是这个很难想 因为苹果嘛 水果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甜啊 它有汁水 这样呢 再怎样鲜的话 其实它还是会有咸度 嗯 而且呢 这个其实是用豆 来去就是做出来的酱 对对对对对 所以豆呢 其实它会有粘稠 嗯 这个会不会有舌头上 会有反叉啊 要不尝一下 尝一下 尝一下 哇 头一次吃到 苹果还能配酱吃 这个味道结合起来 我感觉有点像是一种酸甜酱的结合 如果你就是说拿筷子去单试一下 这个酱的话 其实它是鲜鲜的 咸咸的对不对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在吃这个时候呢 好像这种酸甜和鲜咸结合起来 更刺激你的味蕾 对 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感觉 好 走吧 那我们就去找招通酱了 Dennis和彭彭继续踏上了 对招通酱的寻仙之旅 招通人对招通酱的情感 可以说是一种依赖 这不只是口味上的依赖 更多的是一种 对家乡味道的真爱 那么电味寻仙二人组 能否真正感受到 这种独特的家乡味道呢 哇 好多酱啊 你看这真是 酱是琳琅满目的 而且你看这还有酱缸 你们好 好 老板 老板 我们就是专门来您这边看的 因为说这个 你看中华老字号 对不对 我们其实这个只是他们产品 不知道能不能去人家那个制作 对啊 因为像这个酱那么好 您可以联系一下这家的老板啊 还是什么 你好 我们就是那个公司里面的 对对对你好 欢迎欢迎 我姓黄 那您能不能带我们去就是参观一下咱们这个焦通酱制作环节 可以 可以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好好 那您现在就带我们去 好 好吧 好 好 走 你看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焦通酱的生产的厂 对 看一下 这是我们大酱缸 也太大了吧 我觉得可以把我的装进去 我们公司呢 是沉溺于1910年 对 所以我们2011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的称呼 国家商务部颁发的 它的创始人呢 万宏仙 是从那个宜宾牵到这边来 宜宾染面 你应该知道对吧 火辣辣的感觉 那就等于是从四川来就是说会把四川制酱会带过来 这里的那个制作酱的一些记忆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比方说会久赛 久翻 久路 然后还要做酱巴 酱巴是什么呀 酱巴 它就是用那个优质的大豆加上我们浓冻的浅水 混在一起做的 我们现在要不就直接心里体验这样 好的 去去体验 好的 去去体验 黄总 现在我们这环节就是要我们去体验做酱巴是吧 对 然后我们怎么做酱巴 现在我就请了我们这个邓师傅 他来教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一起做一下 这我们要到什么程度呢 是要做成一个像面团是吗 做成一个面团像个球一样 这种很強迹的是做三把右三把 不硬不松啊 右三把就是一个球 做 做 做三把 右三把 左三把 左三把 右三把 左三把 右三把 不紧不松 右三把 做三圈油三圈脖子 抹抹抹抹 抹抹抹抹 抹抹抹 找随 找齐 咱们来做运动 招通酱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 但用料却很是烤丘 大豆必须是东北的 辣椒要用本地的 食用盐要用锦盐 花椒要用四川的金河椒 水更是非招通大浓洞的泉水不用 说起来有些悬傲 风味纯正的招通酱只能产于招通 同样的工艺和用料 离开招通味道则会生变 每年我们在那个冬初春末的时候 就是我们下降的季节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对温度的要求很高 如果在夏天做的话 那个冬天这些发酵的时候 就全部变色了 所以其实就除了有这个 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些自然的资源 以至于能够做招通酱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头 其实也在有一些环节的时候 让它吸取天津地滑水 对对对 就是您说这个在于晒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 对 这个过程已经完了 我们待会就到那个赛场去翻酱好吗 好 去翻酱 好 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师傅在翻酱 这个该怎么翻了 哪能这么翻 这个它翻那个按下去 其实我们这个翻酱过程 就是一个晾晒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一般我们这个每天 它需要就是翻多少次 天天要晒 天天要晒 对 其实很多就是在这种晒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看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如何去防疫 我们都要往里 翻了 晒了 就要拿往里上去 上去就 从从这些不会进去 那大姐 这个酱多久能够吃呢 成熟要半年多 要半年多 你看我们翻了这么久 我感觉 不要一直这样不停地翻 确实是特别地辛苦 对 没错 为什么有很多地方说 我们这个部分是古法制作 就是你会发现 有一些步骤是没法用 就是现代化机器去替代的 替代之后反而就没有那个味道 所以真的很希望 在很多环节时候 我们真的应该去坚持这种手艺 希望有一天 我们这些都能够传承下去 而不是失传 黄总 你们好 你们好 我们体验完翻这样了 然后这个怎么样你觉得 太累了 一直要这样不停地翻 所以你能体会我们每个功能 做出一小瓶这样来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其实我现在看到您 就等于是带我们看 就是这是所有东西的成品是吧 那黄总就是我们像做了酱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长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酱的东西 我给翻译相应 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想在日常生活中 更深度体验 还有呢就是什么 就是也就是说在招通本地 其实应该还有很多利用酱 和其他是再搭配起来 去做出来的美食对吧 我们有一家也一直用我们的产品 然后结合他们 就是做菜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特点 做了二十多年的 也是一家老特号了 我带你们一起去好吧 好 那走吧 这里就是无名小吃 他就一直用我们的招通酱 用了二十多年 好 听 对 你好 黄总 张总 你好 你好 我给你带了两位最后的客人 他们是云南卫视七彩特效的 节目主持人 你好 张总 你好 我们是来到云南各地的探寻各地的特色美食 当我们来到招通呢 我们就会找寻招通最出名的这个招通酱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当地用招通酱会做出怎样的美食 所以呢想请您带我去领略一下好不好 好 跟我到厨房里面嘛 好 真爽快 那今天我也帮帮你吧 戴尼斯哥哥 你也帮我 我肯定不会捣乱的 我绝对不会捣乱 我可以相信他吗 好 张总 我觉得你跟我出来这么久 我相信一定也有经验 那今天就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好不好 好 走 大厨 那你要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呢 就是招通酱爆洋韵 招通酱爆洋韵 就是招通酱和土豆其实更多就是在翻炒对吧 是的 因为你来所以说人家交易到简单点 做这个话你的步骤是怎样的 要先炒招通酱 炒招通酱还需要放油吗 要放油因为小火慢慢地把那个招通酱 用小火慢慢地炒沙了 感觉好深哦 对于第一次他族的我来说 先去炒酱对不对 要炒酱 那OK 您的油在哪儿 油在这里 我今天就来帮你打下手 你这样会造成火袋 把它就放在这儿 放在这里 这个到时候 你就往里面加酱 你是不是应该先找一把勺子 不是 我要炒吗 不是 一会儿加酱往里面 这么多可以了吧 放进去 可以放 可以放 我揭起来了 我揭起来了 你揭这样吗 对 你多放点好不好 要 好 我挺着急在用 用招通 所以你其实平常就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个 真的没有 所以你要试一试吗 我绝对不会打的 好 让我试试 分 你要这只手拿到锅吧 什么差一个方向这样转 这样转 差一个方向 把尿和一个方向 把方向转 差一个方向 把方向转 差一个方向转 把方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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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焦通酱可以吃 它有上带来 我给你抹一点 什么焦通酱能够是烫伤 是是是 真的假的 马上就 是真的 你看都肿红了 它会这样火的 它马上就不会起泡了 不过这个抹上去 确实会有凉凉的感觉 有凉凉的感觉 这个焦通酱 现在就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就是又可以吃 然后又能够治伤口 但是我这个真的好痛 现在看到你已经受伤了 你还是去休息吧 那等于说 我这次还是来捣乱的 我肯定不会捣乱的 我在家里里 就好好地练一练 以后就小心点了 上午就先去 好 等着你们了 等着你们 就把餐给我吃了 好吧 辛苦了 一海挑生 刘河 宝宝 你来每一个道菜 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用的昭冬酱好不好 好 那您看我们先吃哪一道 这个在我们昭冬酱 其实每家餐馆里面都有这道餐 做有个丰登 特色美食是吗 昭冬酱有两种吃法 一种是生吃 一种是熟吃 这个是用那个生酱 你先尝一下 先尝一下 这样吃下去 这个毛的这个小豆子 很清香的味道 因为它把那个毛豆的味道 更加的凸显了出来 而且真的会有那种 特别新鲜的感觉 你吃完那个再用那个洋芋 再一点那个糟通酱 可能味道会更好 好 不是这样吃的 不是这样吃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吃 把这个洋芋分成两半 这样吃了每一口都 能够咬着糟通酱的味道 这种吃法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你看像这个土豆 然后毛豆 还有玉米这些都是蒸出来的 然后就蘸我们的这个 糟通的生酱 然后像别的菜 我一看就是炒的也有 然后煮的也有 还有这个焖的也有 就是不管是煎炸烹煮 它们都运用到了糟通酱在里头 所以它真的是帅搭性的 对啊 再看一下这道菜了嘛 就是扇子蒸蛋 扇子 要那个肉 拌着鸡蛋一起蒸 好 来 我转过来 里面少一点 好 怎样 嗯 蒸蛋嘛 其实有时候会有时候处理不好嘛 会有腥的味道 用这种方式呢 其实你会 第一会把那个腥味有一些中和 第二呢 就是酱和蛋的鲜味结合起来吃 哎呀我要吃这个饭了 这个饭看上去就是色格 非常的晶莹剔透啊 就像平常咱们吃的 普通那种酱油炒饭 它的颜色就可能会很黑很难看 但这个一看上去 就是黄黄的金灿灿的 嗯 我不要说那么多了 我发现这个饭 它其实并没有很重的 像平常所吃到的炒饭这种 味精啊 鸡精那么重 而且它其中 好像也没有放鸡蛋吧 但它已经有了很大的香味了 我觉得就敞开吃吧 对不对 好 黄黄 你看 今天我们这一桌 其实就是沉浸在昭通降理的 昭通酱宴 它做出来的每一道菜 它并不是只有昭通酱的味道 它有它原食材的味道 所以这就是它很有意思点 就这样的和其他食材搭配 你会有第三种味道 我们来昭通的时候 其实还真是一个 挺奇妙的旅程的 昭通的那个苹果配酱 还可以这么样去吃 对不对 那种味道呢 其实它既不属于酱 又不属于苹果的酸甜 苹果本甜的那种味道 而是它结合起来 成为第三种味道 这个真是我们这一趟旅行的 从味道上来说呢 就是超越了酱本身的这个东西 第二呢就是说什么 昭通酱 这是当地的瑰宝 对不对 也是一个百年的传承 有很多这种手工 保持它的那个味道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 我们也感受到 当地人把自己的瑰宝 很好地坚守 第二呢就是让它 能够更加地扩散 第三呢其实是什么 你平常其实不太会做法 最奇妙是什么 就你在家里头 用昭通酱和别食材 只不定就出来什么美味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就是好玩 奇妙的地方 就一加一可能等于三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会为做饭这件事而发愁 所以呢经常会选择 吃一些便利性的产品 今天呢我就要用 这个百搭的昭通酱 教你做一道健康美味 方便快捷的四处美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夜一道昭通泡面 暖鲜暖味 对自己这就是四处美 这是我的厨房 给你个念想 上菜 大家好 我是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苏介红 磅薄不谋 大武昭通 培育出独具特色的高原生态农产品 尤其昭通苹果 昭通乌天马 青花椒 马铃薯 最为有名 您多买一箱昭通苹果 就为咱们昭通的府庭公街 多做一份贡献 我代表昭通六百万人民 感谢您 欢迎 爱家乡 我代言 进入新农生商城主界面 点击下方新农生 购买您喜欢的高原生